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华尔街的坚持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信念 在华尔街这个金融的心脏地带坚持和信念就像是交易员的咖啡没有它们根本无法运行 让我们来聊聊这些在逆境中保持信念的故事并且加点幽默让这个话题不至于太过沉重 首先想象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 当时的交易员们就像是在一场没有结束的派对中突然发现派对的主办方已经跑路 音乐也停了 灯光全暗了 这时候许多交易员的信念就像是他们的股票一样瞬间蒸发了 但有些人却在这样的逆境中找到了新的信念 甚至还能开玩笑说至少我们不需要再担心股票下跌了 因为它们已经跌到无法再跌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交易员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有一位名叫老汤的交易员面对着一片狼藉的市场 决定不再关注那些已经崩溃的股票 而是转向那些被市场忽视的潜力股 他常常说在华尔街最好的投资机会往往藏在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地方 就像我在冰箱里找到的过清牛奶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有时候却能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种坚持和信念的精神让老汤在危机中逆袭成为了市场的赢家 当然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投资眼光 还因为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幽默感 这让他在压力中找到了一丝轻松 再来看看另一位交易员玛丽 他在市场崩盘的时候决定不再关注数字 而是开始关注人性 他经常说在华尔街数字可以骗人 但人性永远不会 于是他开始与客户建立更深的联系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恐惧 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提供更好的服务 结果他的业务在危机中不仅没有下滑 反而逆势上升 所以华尔街的坚持不仅仅是对数字的执着 更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对未来的信念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交易员们也能找到幽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种心态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前行 总结来说 华尔街的坚持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赛跑 无论前方有多少障碍 交易员们总能找到自己的节奏 并在逆境中保持信念 毕竟谁说金融界不能有点幽默呢 在这里 笑声和信念一样都是生存的必需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投资者的洞察 如何从市场波动中学习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投资者的洞察 如何从市场波动中学习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 波动就像是那位不请自来的客人 总是让人又爱又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何从这些波动中提炼出智慧 并且不至于在市场的过山车上呕吐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想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 那是一场让许多投资者心碎的灾难 当时 许多人因为恐惧而抛售股票 结果在市场回暖时 他们却只能在旁边看着别人赚钱 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市场波动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的反应却可以选择 就像一位老练的棋手 面对对手的攻击 他不会惊慌失措 而是冷静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情绪这个话题 市场波动往往伴随着投资者的情绪波动 当市场上涨时 大家都像喝了红牛一样充满活力 而当市场下跌时 则像是被打了真的海豚 情绪低落 这时候 投资者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避免因为一时的恐慌 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记住 市场的波动就像是天气 今天可能是阳光明媚 明天却可能是暴风雨 保持冷静 才能在风雨中找到方向 再来 我们可以从市场波动中 学习到多样化的重要性 想象一下 如果你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当那个篮子不小心掉了 你就会面临一场灾难 相反 如果你把鸡蛋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 即使有一个篮子掉了 其他的篮子 还是能保住你的早餐 这就是卫士模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如此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 在市场波动中保持稳定 最后 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投资者 他在市场波动中损失惨重 于是决定去找一位心理学家寻求帮助 心理学家告诉他 你需要学会接受失败 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位投资者听了之后 回到市场 结果又赔了钱 他再次去找心理学家 这次心理学家说 我说的是 失败是成功之母 但你得先学会 怎么不再失败 这位投资者顿时恍然大悟 于是开始学习市场分析 最终成为了一位成功的投资者 总结来说 市场波动是投资者的老师 教会我们冷静 情绪控制和多样化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投资旅程中 能够从这些波动中汲取智慧 并且在市场的过山车上 保持微笑 享受旅程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尔街的转折 如何在危机中找到机会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华尔街的转折 如何在危机中找到机会 这听起来像是某部好莱坞电影的标题 但其实它更像是华尔街的日常生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 并从中挖掘一些有趣的故事 和深刻的见解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 那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时期 许多投资者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推下了悬崖 股市暴跌 银行倒闭 甚至连我们的咖啡店都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能继续提供拿铁了 然而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 却有一些人像是从火焰中重生的凤凰 找到了机会 例如 当时的投资者沃伦 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就以其独特的眼光 开始在市场低临时期 大局买入优质股票 他的名言 在别人贪婪使我恐惧 在别人恐惧使我贪婪 不仅是他的投资哲学 更是他在危机中找到机会的秘诀 想象一下 当其他人都在恐慌的卖出时 巴菲特却像是在超市打折时 抢购特价商品 这种反向操作的智慧 真是让人佩服 再来 我们不能不提到科技公司的崛起 金融危机后 许多传统行业受到重创 但科技行业 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像是Uber和Airbnb这样的公司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了机会 颠覆了传统行业 这就像是你在一场派对上 看到所有人都在喝可乐 然后你灵机一动 决定推出一款新口味的汽水 结果大受欢迎 当然 危机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例如 有一位投资者 在金融危机期间 因为过度焦虑 而决定把所有的资金 都转移到黄金上 他的朋友们都在嘲笑他 认为他是金字迷 但结果 却是他在市场回暖时 赚得盆满钵满 这就像是你在一场足球赛中 选择了最不被看好的球队 结果他们却逆转获胜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总结来说 华尔街的转折告诉我们 危机中总是潜藏着机会 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态和反应 当别人恐惧时 我们要学会冷静思考 寻找那些被低估的资产 而当市场回暖时 我们则要懂得把握时机 果断出手 这就像是人生的投资 永远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困难时 不妨想想华尔街的那些故事 或许在危机中 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许多有趣的话题 特别是在华尔街 那个充满挑战的金融世界里 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信念 学习市场波动中的智慧 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机会 总结一下 华尔街的交易员们 在面对金融风暴时 往往展现出 坚持和信念的坚韧精神 他们用幽默的方式来应对压力 像老汤一样 寻找被忽视的市场机会 或像玛丽那样关注人性 建立更深的客户关系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也能找到生存的智慧 和幽默的力量 而在市场的波动中 我们学会了冷静 控制情绪 和多样化的重要性 市场如同一场过山车 能让我们在高峰时兴奋 在低谷时沉思 最终在每一个波动中 找到成长的机会 就像那位在黄金上 赚得盆满钵满的投资者 勇于逆流而上 让人不禁想问 你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 我们不仅要在华尔街 这个舞台上学会应对 也要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 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因为 无论是金融市场 还是生活 我们都有可能成为 那位逆袭的赢家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话题的看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逆境中 你是如何保持信念的 在市场波动中 你学到了什么 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期订阅我们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选择 可以订阅我们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